电动车夺命30秒 电动车一旦着火 12秒后即可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30秒后室温可达到120度 有毒烟气就会充满整个房间 着火后90秒 室温温度便达到200摄氏度 高温毒烟比明火更致命 一旦吸入高温烟气 气管就会被灼伤 进而导致窒息 而燃烧产生的毒气 以每秒一米的速度快速向上 所以很快会导致整状楼 陷入毒烟密布的状态 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甚至群死群伤火灾事故 燃烧产生的黑烟多 容易导致楼房内光线不足 给人员疏散带来很大困难 一旦发生爆炸引起火灾 留给住户的逃生时间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短 火场中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 不要因为犹豫和顾及贵重物品 而把宝贵的逃生时间浪费掉